逃生怎么办 对 看不动的时候你怎么办 指着邻居门前整堆杂物抱怨 不仅有好几层鞋柜 旁边还装设比人还高的隔板 变成一个隔间 里头放了各种报纸 纸盒 甚至隔板上还挂了雨伞 物尽其用 但这里可是大楼公共空间 这样我也在吧 而且屋主是领长 这不叫女生做贼吗 本来礼拜是要进冷气 然后考量这个通道 我们是冰箱 我们冰箱还蛮大的 伤得很大 我还不知道进得来进不来 住户准备搬来新北林口 这屋龄40年的大楼 目前还在装潢 但领长家门口物品 霸占了半个走道 只剩一米左右的宽度 可以通过 连楼梯间也停放脚踏车 再加上大门旁会插箱 把天花板都熏黑了 住户担心有安全疑虑 我曾经问她说 这样做是正确的吗 她说只要不影响 人行走动不会怎么样的 听我的答案是 我不能接受的 只要人可以 而且每一条 每一个公寓的 大厦管理条约都不一样 时间按领长家门铃 没有人回应 致电给领长询问 她说明领长已经答应 会在三天内清除 管委会则表示 社区规章都有按照法规 会协调处理 依照规定就是 先通知管委会 有管委会去进行 制止跟改善 那如果出入不肯改善的时候 再由我们这边来进行 后续的限期改善跟出发 公务局强调 不管大楼新旧 有没有管委会 只要是公共空间 就不能堆放物品 旅券不听 最高罚20万元 而管委会也要定期申报 消防安检 只是对住户来说 只希望霸占公共空间的物品 赶快清光光 邻居间别再因此臭脸相待 东森新闻林汉静 蔡永恩 新北报道